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先要感谢我们中华工会 乃至学校的董事们 还有我们马坡云中云 云居士的安排 让我们能够在这边一起慈悲 因为今天我们要做很多善事 刚刚会讲 放声 供水 点灯 言供 要供 消灾 祈福 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目的 念下来 离苦得乐 所以这个地方叫利民达 这名字也很好 在佛教里面就是利益众生 利民 能够对人类 对众生能够帮助 叫利 我们叫利他 答就是通达 就能够圆满地去帮助别人 事实上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大家念下 帮助别人 才是帮助自己 这最简单的道理 你要有钱吗 帮助穷人 帮助需要的人 你要长寿不生病吗 帮助生病的人 所以佛教讲 因果 善有三报 恶有恶报 伤害别人 最后一定伤害自己 甚至伤害到自己的子孙 帮助别人 就近帮助自己 所以 特别这边是学校 有很多学生 学习生命的真理 学习生命快乐的方法 我们不能把生命的快乐 建立在欲望 自私的满足 而是要把生命建立在 帮助别人 服务别人 为了服务别人而来读书 而来学习能力 这才是生命的意义 所以佛教很喜欢讲空 空性 各位听过 无我 要告诉我们 不要自私 自私是所有生命痛苦的开始 慈悲 帮助众生才是生命快乐的原因 也是成佛的原因 所以今天叫慈悲超度法会 那我们就用各种方法 来帮助众生 那一开始我要祈求各位 一起念观音菩萨的圣号 后面有一种观音菩萨 上面有 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接引众生 包括我们 这个世界是痛苦的 各位你从投胎开始 就代表痛苦 投胎妈妈痛苦 小孩也痛苦 然后从痛苦开始到痛苦 结束叫生老病死 继续有痛苦叫轮回 所以如果你问我生命的目的是什么 念一下 结束痛苦 生命的目的 但是现在大部分的生命的目的是 找快乐 逃避痛苦 如果我有钱 如果我结婚 如果我买一个房子 事实上等你拥有这些以后 你痛苦又开始了 生病 爱情问题 吵架问题 你还是没办法解决 但是生命的目的在结束痛苦 痛苦的因 刚刚讲的 痛苦的因就是自私 产生了欲望 恨 愚痴 各种的就是人类的嫉妒心 傲慢心 因为有这个心态 你就会制造痛苦的行为 而产生痛苦的结果 这个道理很简单 因为你的心态 引导你的行为 因为你的行为 造成你的命运 好心做好事 有好报 不好的心 做坏事 有不好的果报 但是好心跟坏心 各位要知道什么才是好心 什么是坏心 很多人说 我把那只鸡给杀了来吃 我哪有坏心 我又没做坏事 我礼拜天 我礼拜天 带我儿子去钓鱼 我那是好事 哪里有坏事 问题是各位 人怕痛 鱼也怕痛 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 你是杀一只猪 你是杀一只老鼠 它都会痛苦的 那这个痛苦 也会发生在你身上 这个叫什么 鱼吃 刚刚讲了 人的心态有不好的 贪嗔吃 鱼吃就是你不了解道理 你不了解道理 认为说 刚刚我们在讨论 我要拜祖先 我杀一只猪 来拜祖先 我更有钱 我杀一只牛 来拜祖先 这是孝顺 这个是鱼吃 因为那只牛 猪被杀的痛苦 都会发生在我们的祖先身上 跟你自己身上 虽然我们想要孝顺 但是如果你方法不正确 没有智慧 反而造更大的痛苦 所以我们信仰 包含三种东西 才是圆满的信仰 你要讲 信仰 智慧 慈悲 不管你做任何信仰 你要有智慧 你要知道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而且你要关心所有生命 不是光人 慈悲 不是光对人 对一只流浪狗 今天我们有放生 他们说鱼来了 有鸟 五百多只 有泥丘 一千公斤 我们华人很喜欢放生 放乌龟可以长寿 放泥丘 腰会很好 腰会很好 放鸟 感情会很快乐 男人也不会掉头发 因为鸟它是群聚动物 所以你放鸟 那人跟人之间的夫妻的感情就会好 放鱼 那你呼吸器官会好 而且腰很好 那这只鱼如果经常要被敲头死 像大泥丘 那你头痛的人要放 要被敲头死的 那你就不会头痛 行为反作用 你这很简单的道理 好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升起一个慈悲心 愿 所有被杀的动物 都能够超度 愿 不分华人 马来人 印度人 所有人类 活的可以健康快乐 死亡的可以离苦 那为什么要念观音菩萨 跟我念一下 动机决定一切 不管各位你做什么功德 如果你的动机有自私 就像拜拜一样 我喜欢吃榴莲 所以我买榴莲来拜拜 然后等一下拜我自己 因为我可以吃 那你这个自私 那我阿公喜欢吃鸡肉 所以我买鸡肉来拜他 最后还不是你吃掉 阿公也没吃到 而且你杀一只鸡 阿公更痛苦 因为他已经 已经往生了 你替他杀一只鸡 那那个痛苦他也要成熟 所以慈悲可以改变一切 慈悲就像一盏灯 你不要去消灭黑暗 你只要有慈悲心的光 黑暗就不见了 慈悲是人类最圆满的财产 不怕战争不怕地震 就怕人类失去爱跟慈悲 那这个世界就竞争 那这个世界就竞争 斗争 战争 互相毁灭 所以大乘佛教很好 劝我们吃素 放生 这个就是一种悲心 对自己父母的爱 能够去爱其他的动物 对自己子女的爱 也去爱其他的生命 所以很简单 你希望你的儿子健康 很好读书 你多去帮助那些可怜的小孩 就这么简单 你希望你的爸爸妈妈 长寿往生的爸爸超度 我去帮助那些孤独生病的老人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希望你的先生 好好地爱你 那你去帮助那些破碎的家庭 帮助那些被关在笼子里面 痛苦的鸟 那展生了一种行为反作用力 这个就是佛 佛法 所以后面这一尊代表谁 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有圆满的佛性 阿弥陀佛 我们自己有圆满的慈悲 观音菩萨 所以我们现在念观音菩萨 除了祈求观音菩萨加持 要祈求内心有慈悲心 来参加法会 以这个慈悲心 希望利明达 所有的小朋友 读书都快乐 所有的家庭都快乐 刚刚我们从麻婆坐车来 我看那个路小小 一定有一些车祸 所以我沿途啊 也一直念 一直撒米 希望车祸往生的超度 希望在路旁边的各种 浑木区会超度的 也得到超度 希望这个路开好以后 不再有车祸 那用慈悲心开车 坐车 那就是一个修行 所以以后如果你 希望你不要有车祸 你开车的时候用慈悲心 那希望所有在公路上的都平安 希望公路上受伤了都恢复 死亡了都猜度 那你在开车就是修行 那慈悲心开车 那当然平安哦 你在做生意 用慈悲心做生意 希望做生意的都赚钱 希望买东西的都买到好东西 那你这样去想 结果你就变成商会的会长 为什么 心量越大 福报越大 力量越大 你不用去争取什么 别人自然找你 一堆石头在地上 谁都要看那颗钻石的 因为你有一个钻石的心 所以跟我念一下 心如黄金 身如乞丐 我们心有慈悲心 为别人想 虽然我们就是形容出家人 身如乞丐 但是他心如黄金就好了 所以我想各位 做医生 希望病人赶快好 希望大家不要生病 希望隔壁医院越做越好 你不要一直想自己 慈悲嘛 就快乐嘛 不管你做什么 你希望每一个行业 都做得比你好 结果你最好 所以要慈悲心 慈就是希望众生都快乐 悲就是希望所有众生 而不是说人快乐 我们华人快乐就好了 其他人不要快乐 那不是悲 就是说所有生命都快乐 人也快乐 动物也快乐 祖先也快乐 那如果有这个慈悲心 今天这个小学 这个利民党就改变了 就像阳光一出来 黑暗不见了 然后有这个慈悲心 那我想各位 今天既然定名为超度法会 他们还给我说 这边有两个中华一三罗 疏忽 然后意思是说 希望这些往生的祖先 也能够得到超度 那超度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列一下 慈悲心 就是这个唯一的力量 不是钱 跟钱没有关系 慈悲心就可以感动对方 那这是佛陀讲的最好的 释迦牟尼佛被魔要攻击的时候 拿了很多武器啊 拿了很多火要把佛陀烧死 佛陀坐在树下 如果你看过这个故事或电影 那佛陀就坐在那边 升起慈悲心 我过去怎么修慈悲心呢 更要对这个魔生悲心 魔被他的这种战友意 称恨心 伤害住了 所以他想要伤害佛陀 佛陀用慈悲心 结果那个魔王丢过来的武器啊 都变成莲花 佛陀的衣服一动也没动 魔王就这样失败了 各位 这个是最伟大 叫不恶法门 列一下 慈悲是武器 忍入是力量 所以各位 要忍 要慈悲 就可以改变一切 我想 你如果以慈悲心念观音菩萨 在你祖先牌位面前 念一个钟头 一个钟头 你的祖先搞不好就超度了 他为了让祖先快乐一点 先给他供茶 供花 让他很快乐 给他供食物 他更感动 然后再来慈悲心念阿弥陀佛 念观音菩萨 这就是这样超度 不是说 你一定要会送地藏经 你要修什么仪轨 修地藏心 念那些仪轨 他是帮你修慈悲心的 而不是会跟不会念 那哑巴都不用超度了 所以我想 你有慈悲心 你可以超度各种宗教 你有慈悲心 你可以超度各种生命 因为慈悲心是共同的 每个人都是希望 用妈妈的爱来爱对方 一个流浪的小孩子 一个流浪的孤魂 碰到慈悲心 就是碰到妈妈了 所以极乐世界是慈悲的世界 观音菩萨是慈悲的死者 他只有一个目的 救苦救难 所以我想各位 就很简单 不能说师父我不会念经 你会念观音菩萨就好了 你有慈悲心 那有些人是会念 但没有慈悲心 那这样就不好了 所以因为恐惧而死 他很怕 过去有人被枪杀 被屠杀 所以我们赶快念观音菩萨 我们念观音菩萨 他的恐惧就没有了 他被杀的痛苦 也可以超度了 因为我们用慈悲心 念观音菩萨的时候 所有的佛菩萨都会来 所有的菩萨 因为所有佛菩萨的心 就是慈悲心 包括圣母玛利亚 包括妈祖 因为慈悲心 他就可以感动他的心 他就会汇聚 就像我们上面这个 每个人都会汇聚过来 中间代表慈悲心 如果你有慈悲心 不管他是白色的 蓝色的 紫色的 有慈悲心的力量 这些神啊 佛菩萨就会靠过来 一靠过来 这边就改变了 试试看 你生病的时候 一直想慈悲心 你会发觉病好了 因为慈悲心 就把它给超度了 所以念一下 慈悲无障碍 法力不失忆 所以慈悲心的 佛法的力量 不可失忆 改变一切 所以我想各位 我们不要再谈说 你修行多久了 你出家多久了 你有没有一颗慈悲心 我想最重要 道场 寺庙 它不是要 要花很多钱 但是它有 就算花很多钱 没有慈悲心 那还像监狱一样 有什么意思 但是如果 每一个土地 每一个砖头 都用慈悲心 盖起来的 摸到它就快了 所以那个佛塔 代表佛陀的慈悲心 有佛塔的地方 一只苍蝇飞过 苍蝇都可以超度 所以很多地方 喜欢盖佛塔 那简单来讲 慈悲心 你就变佛塔 你是个人 你修慈悲心 那你走到弧幕 弧幕就亮起来 你走到生病的地方 生病的人就好起来 因为你的悲心 所以爱跟慈悲 才是世界宗教 那为了要修慈悲心 大家多念 多祈求观音菩萨 来加持我的心 变成慈悲 乃至念 欧玛尼勉明宏 乃至念大悲咒 都可以 所以来 大家请跟我合掌 来 那么大慈大悲 就苦就难 观世音菩萨 那各位现在用 不是嘴巴念 你合掌 代表身体很清静 你嘴巴念 观音菩萨 你心里 要变成观音菩萨的心态 同情所有诛 同情所有杀你的人 同情所有被杀的 妈妈看到自己儿子那种 想要抱他 不希望他一点点痛苦的心态 要拿出来 这个才叫念 念是心态 不是嘴巴 念是精心 中国字很好 当下的心 念 念观音菩萨 念慈悲 然后后面有极乐世界 那么各位 当你在念观音菩萨 那你就看着那些流浪的 痛苦的 包括我们现场每一个人 将来都去极乐世界 好不好 都去快乐的地方 没有轮回 没有痛苦 那用慈悲心 想着他们 如果用慈悲心 你心里就有一道光 你这一道光 可以到地域 你这一道光 可以到恶鬼 前面有六桌 这六桌代表 念一下 天道 阿修罗道 人道众生 畜生道 鬼道 地狱道 我们为他们六道 供养诸佛菩萨 也办六道的桌 请他们来参加法规 愿六道众生 都离苦 这个就是慈悲心 所以一只蚂蚁 一只蟑螂 你都想办法对它慈悲 你如果对它慈悲 蚂蚁就不干扰你 你如果杀它 它一定会投胎到你家来 越变越大致 最后变成你孙子 呼呼给你补完修 给你吐嘴 那你会哭死 修行就像母子相遇 两个人十年没见面 终于又看到对方了 然后他正在生病 所以你就为他掉眼泪 因为你感受到他的痛苦 你要去承担他的痛苦 所以像我们以前打坐 师父都叫我们念到会哭 会掉眼泪 师父说 这样你出家才有用 因为你要羞慈悲心的 你一定要感受到他的痛苦 就像妈妈的 像我是因为我妈妈得癌症 我才出家的 那能够帮助我妈妈了 我们请最好的医生 用最多的钱 我妈妈还在痛 后来我就跪在地上 人家给我一部地藏经 我跪在那边 因为我不希望我妈妈一点点痛 我对我的母亲有一点执着 然后我就跪在那边送地藏经 念一念 我就第一次把地藏经看完 我地藏菩萨的妈妈在地狱 在做另外一个妈妈在做恶鬼道 她都可以把妈妈超度了 那我妈妈还活着 那我就学地藏王菩萨的慈悲 然后地藏菩萨后来出家了 所以我也发愿出家 我那时候不敢讲 我都发在心里面 我这样跪着念 对妈妈的这种感恩慈悲心 结果我妈妈隔天就说她要出院了 她说她不会痛了 我们还不相信 然后又住了两三天 然后她又到别的医院检查 医生说没事的 没事的 发炎而已 明明这边讲癌症 那边变发炎 我妈妈也很相信我 我妈妈就拉着手 阿兄阿兄 你替妈妈发什么愿 你要去做 因为我妈妈以前更严重 我就开始吃素 吃素以后 她就比较舒服一点 可以走路 这一次这么严重 我替她发愿 发愿 结果我妈妈拉着我手 她说你发什么愿 你要做 会会 然后她说你发什么愿 出家啦 妈妈就哭了 但是我妈妈也没有阻止我 因为她真的好了 她只是不舍得我出家 怕我受苦 现在已经27年28年了 我妈妈还活着 而且身上没有癌细胞了 所以对我来讲 我非常感动 我不需要让我妈妈受苦 只要我妈妈 我去慈悲 慈悲对我也很好 而且能够出家 那是我心里想得最喜欢的 那是我的福报 但是我妈妈是我很好 很好的一个住员 包括我爸爸 我的爸爸是在13年前 14年前 因为他腰痛痛痛 痛到自杀 那一天他自杀 那一天刚好我在台北 坐了大慈悲放生 12部大卡车 那我想要把功德 给我爸爸妈妈 所以我就跑回家 因为佛经说的 阿罗汉做大功德 你把这个功德 谁请你吃一顿饭 他得到你所有功德 所以阿罗汉 他们路定七天以后 然后就去找那个最穷的 给他们请吃饭 那这个人就可以石头变黄金 将来升天了 所以我就跑回家 跑回家刚好那一天 我爸爸自杀 那我妈妈在那边哭 也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躺在那边 然后我一 我一过去就 我妈妈也没有叫医生 她也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因为她把所有安眠药都吃完了 我一咬她 爸爸 她醒过来 她醒过来了 然后就在那边哭 我说爸爸 你干嘛 她说你不是说 我死的可以升天吗 因为我跟她讲说 你让我出家以后 你死的可以升天 结果我爸爸说 那这样我不是可以升天吗 那我说爸爸 你不能这么做 我自杀会这样 会这样 会下去的 但我爸爸说 对啊 所以我想到 如果我死了 你被骂 那时候你出家了 老爸还自杀 我就很伤心啊 所以我在哭啊 但是各位 不可思议 因为我那天 坐得慈悲大放生 在一个河边 那个河边自杀很多 我也去那边超度 以这个功德回家 给我爸爸妈妈 这样 救了我爸爸 救了我自己 然后我爸爸整个人就改变了 他不再吃肉了 遭遇症没有了 腰也不会痛了 后来 后面十二年 就到我们寺庙住了 不跟我妈妈吵架 两个关系好了 一直到他89岁往生 他都没有 不知道自己生病了 没有痛苦地走 所以慈悲的力量 对我来讲是真实的 对我爸爸妈妈 帮助那么大 所以我永远不会改变 但是佛教讲的慈悲 不是光对你爸爸妈妈 对你的祖先 而是你要对所有的生命 一只小蚂蚁 一个孤魂野鬼 你都要去对他慈悲 所以我们这两天 我们战言法师 好几位法师 一直去跑魂牧 哪里有魂牧 那是我们慈悲的地方 所以来 念一下 魂牧是慈悲道场 屠宅场是慈悲道场 医院是慈悲道场 老人院是慈悲道场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有苦难的地方 才是我们实践慈悲 最好的道场 那各位呢 为了要保持慈悲心 那我们要保持 接触痛苦 所以观音菩萨说 哪里有痛苦 哪里就有观音 因为观音菩萨的生命 就是慈悲 救苦救难 所以你只要痛苦 赶快念观音菩萨 就会改变 所以我这样讲 各位就不会太麻烦 你会念普门品很好 你会念地藏经很好 但是念经两个钟头代表 不间断的慈悲心就有用 如果念经是 所以说要收钱 或是有个傲慢 或是念的时候 没有慈悲心 念了老半天 对方也听不进去 因为慈悲心 才可以穿透他的心 你不爱我 讲什么都没用 你爱我 讲什么都有用 我想 那各位这是 大乘佛教的基本 慈悲心 入门 所以每一个道场 都要有慈悲心 就变成慈悲道场 如果道场 没有慈悲心 动不动 就多少钱 多少钱 那干脆 拜钞票快一点 那就没意义了 那就开商店算了 因为我刚刚有几位菩萨说 师父我有超度 我有做功德 功德不需要用钱 慈悲心才有功德 是因为你有慈悲心 你去供一朵花 变成功德 是因为有慈悲心 你去帮助老人一百块 所以有功德 而不是一千块是功德 如果这个动机没有了 那佛教就失去意义了 所以我想 观音菩萨 就是慈悲的化身 他可以化成 百千万亿的化身 在大悲咒 观音菩萨有 八十四个化身 但是他所有的化身 都是为了表现慈悲的 跟你一样 你是男人 他变男人 你是小孩 他变小孩 你是生病 他变生病 所以我先讲一两个故事 等一下我们就先慈悲 因为今天应该怎么说 人不是那么多 但已经够多了 众生很多 海淘法师走到哪里 人不用多 就是鬼多 因为我喜欢 动物也很多 我们已经救了两万多头牛 所以我走到哪里 所有死的牛都会来 所以我每次都拜托 记得拿一把青草来 你只要把草放在那边 牛就会很喜欢 因为你对它慈悲 你们管我准备草 前面有牛奶 玩具各位有看到 我走到哪里 都会准备牛奶玩具 为什么 我也有堕胎胎儿 我大学一年级就做坏事了 然后我很惭愧 但是这个错误变成我的慈悲很好 我发愿走到哪里 只要有所有堕胎胎儿 来吧 就跟着我们吧 所以我们用最好的请他们 那上面有两个本子 里面有1560万个胎儿的名字 我们就帮他取名字 所以各位 如果你有流产胎儿 不小心的 你要帮他取法号 在外面 不要钱 不要钱才有功德 不要利用别人的死亡 痛苦来谈钱 那是不慈悲的 不慈悲就没功德 千万记住 各位以后将来搞不好会出家 会开寺庙 记住这个真理 人家已经够可怜了 你还要再谈钱 那没钱的人怎么办呢 那这个不是宗教的意义在里面 所以很多妈妈 堕胎小孩很可怜 然后这小孩子 负在你头上就头痛 负在你腿上就腿痛 负在你腰上就腰痛 我的妈妈 堕胎两个小孩 我的弟弟跟妹妹 她都不讲 我出家了 我问她 妈妈 你又带小孩 乱问这 糟了 我相信我妈妈没堕胎 结果是在我爸爸发生事情 没有这个事情 在我爸爸以后的事情 我妈妈为了这个事情跌倒 摔断两根脊椎骨 然后我们就想尽办法抢救她 医了一年多才可以做的 因为很痛 后来有一次她又自己起来上厕所 我又又跌倒 听到小孩在哭 她吓坏了 那一次好在没受伤 就打电话给我 我很怕我妈妈打电话给我 一定没有好事的 然后我妈说 你回来一下 赶快想尽办法 我也坐飞机回去 我妈妈就哭了 她说 你还有两个弟弟或妹妹 她不知道 她堕胎了 我说妈妈你怎么不早一点讲 她说 一拨倒这么疼 就孩子在哭了 所以 但是我妈妈已经受伤了 所以我就带着我妈妈到附近的寺庙 我说妈妈没关系 没关系 你只要跟她忏悔 各位记住啊 各位妈妈 如果你有堕胎小孩子 你一定要跟她忏悔 是你把她杀了 堕胎就是杀人 你把她杀了 我说妈妈你跟她忏悔 跪下来 你不跪 你不好跪 我替你跪 没关系 那我妈妈也 虽然苍白 跪下来 跟她点两个灯 我就要放在广音菩萨 我就马上看到我妈妈的脸 从苍白变成粉红色的 然后就自己站起来 我很高兴 我跟我这两个弟弟妹妹说 你就跟着哥哥吧 哥哥出家 力量大 不要跟妈妈 妈妈已经很脆弱了 我就帮她取名字 那我妈妈 就比较舒服一点 所以各位 这一定要注意哦 因为小孩子会跟妈妈 然后她待在你的胃 你就胃痛 或是她在妇女病 那你要跟她忏悔 忏悔不是要把她赶走 很多人超度有个错误的观念 你不要在我心肤 还是我伯父 我把年轻战主赶走书 你赶快给我念一念 不会走 鬼有她心通 这个鬼如果知道 你是要把她赶走 而不是要爱她 更恨你 她不让 她不走的 你超度不了她的 你超度二十年 花几百万 你也超度不了她的 我们是说 以妈妈的爱 妈妈要好好补偿你 妈妈要好好爱你 这个baby就会被你感动而超度 她一超度 她就看到天界 她当然到天上去了 她到天界 她到极乐世界 尤其到天界 她可以随时回来找你玩 而且不会造成你痛苦 所以 但是千万不能有把她赶走的观念 所以像我自己 我自己大一的时候堕胎 那后来我出家了 我知道这个事情 我忏悔 我跟这个小朋友说 我说爸爸做错了 但是我现在出家了 我呢 发愿要超度 所有被堕胎的小孩 他认识不认识 我都要主动 这样好不好 要么你现在 爸爸做功德 让你去极乐世界 要么你帮助爸爸 我们两个一起来 帮助那些堕胎小孩 你做我的护法 结果我老实说 我这个小孩子到 今年年初才离开我 他等于四十岁 他没有离开我 他没有伤害我 因为他现在做班长 他又做班长 他负责带那些小孩 爸爸爸爸 因为爸爸发心 儿子也要发心 做功德 所以因为我鼓励他 各位你要真的 你要把那些 看不见的小孩 当做真的对他好 他会感觉 我们一起发菩提心 我们来帮助别人 因为我觉得 我这样以后 我就更有力量 我就愿意去帮助 帮助更多更多 所以就像我杀一只蛇 我杀一只蛇 我因为生气 于此把他杀了 所以我也跟那只蛇说 我现在要出家了 你跟着我 如果我生气 你就咬死我 然后呢 我们一起 一起 你做护法 或是你升天 随便你 那如果你要留下来 帮助我 让我不要生气 我们去帮助 所有被杀的蛇 所以我来马来西亚 还有一个任务 因为马来西亚 听说有在 抓蟒蛇 杀蟒蛇 所以我们每天 都一直很努力 去超度他 甚至跟那个卖蛇的说 你抓一十五 就不要杀 出一十五 多少我们都给你买下来 因为让那些工人 出一十五也不要有杀意 他们做工人是没办法的 不得不得 所以我们到槟城 也有一个杀蛇的地方 我们那天 花了将近三万块美金 买他所有的蛇 他才高兴一点 不然他不高兴 看着出家人 不高兴 然后趁他在包蛇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贴咒语 走走走 赶快贴一贴 三个月他就倒电了 附近的老百姓 哦 师傅 赞 现在有个杀柄台 这个也是一个善意 为什么 让他赚别的钱 不要再赚这个钱 但八度八夏这个比较不好处理 这个功力很厉害 到现在还没办法改变他呢 他们还在杀 所以 但是至少尽力吧 尽力 我想各位没有钱也可以 慈悲超度 你要想到那些被杀的蛇 严禁蛇 特别你到越南 到很多地方 我到广州去 看到他们很喜欢吃蛇 然后你就用慈悲心念观音菩萨 想着那些被杀的蛇 恢复了 恢复了 不痛了 不流血了 然后一直念观音菩萨 他们外表也变成观音菩萨了 然后呢 他们就去极乐世界 你就一直念观音菩萨 他就超度了 当然你会念阿弥陀经 那更好 那阿弥陀经就是描写极乐世界的状态 你更容易观想更厉害 阿弥陀经就是 写着如何去极乐世界的方法 所以念经是要把 经里面的意念传给他 而不是嘴巴念经 而你要传给他什么 不知道 你念观音菩萨 普门品 是要传导慈悲给他 慈悲 对任何众生都慈悲 超越痛苦的慈悲 而且你要学观音菩萨的慈悲 你以这个慈悲心念普门品 这个经才有用 它会产生力量 所以我先讲第一个 为什么要超度 特别是祖先 在佛经里面的故事 释迦牟尼佛在世 有一次在菩提树下打坐 那在金色里面 那有一个生意人 三十岁 跑到佛陀面前来 他不是佛教徒 所以他对佛陀很不客气 也不会问讯 也不会拜 但佛陀不会改变了 那这个生意人说 哎哟 你叫佛陀啊 你能不能帮我啊 我生意不好啊 生病啊 老婆跟我吵架 要离婚了 你帮帮我吧 那佛陀知道他不是佛教徒 也不能跟他讲太多 会 你回去吧 我会帮你 那佛陀叫我去帮他 佛陀有神通啊 知道为什么他今天这辈子这么倒霉啊 身体不好 亏钱 夫妻吵架 那佛陀就跑到他前世的家 他前世的儿子还在 还在那边 然后佛陀就变成一个普通的出家人 很庄严 就去 经过他家进去了 那他这个儿子 就说这三十几岁的儿子 看到 哇 这个师父长得皮肤白白的 很庄严 师父要不要喝水啊 供养 这个也很有善根 然后供养完以后 佛陀就问他这个前世的儿子说 你爸爸呢 哦 我爸爸三十多年前呢 往生了 我爸爸最喜欢吃羊 所以我每年帮他杀一只羊 然后那个血拿来拜神 因为婆罗门教是用羊血拜神 然后我跟他杀一只羊 我爸爸一定很快乐 那这个时候 出家人就佛陀说 这样错的啊 如果你的儿子被杀 你会痛苦吗 那一只羊被杀也很痛苦 这个方法对吗 他说对哦 我都没想过 然后又看到佛陀这么庄严 他有一点信心 佛陀说 如果你真的要孝顺你的爸爸 我告诉你 你呢 帮助穷人啊 孤儿啊 帮他放生啊 你去供养那个真正在修行的人啊 甚至人家要杀的羊 你把他救了 你才可以弥补你爸爸过去吃羊的 这种痛苦啊 他一想有道理 哎呀 没能跟我讲 终于今天跟我讲 对对对 他就开始改变了 不杀羊了 就帮助 用他爸爸的名字去帮助 然后佛陀就回金色了 经过三个月 那一位倒霉的人跑来找佛陀 哇 你真是佛陀了 上回我来找你以后 回去身体好了 赚钱了 我老婆现在爱我爱的钥匙了 各位 这个很重要哦 如果你的祖先没超度 那你就会这样 就会卡到 因为为什么会 因为祖先就是要靠儿女超度的 因为谁会超度他 所以我们今天外边有写一个 跟我念一下 来 发慧功德 回向无事孤魂 无名亡魂 没人再败的是最可怜的 在台湾有很多万善爷 万善爷就是那个 那个红木啊 改成学校啊 改成公园啊 就把人聚在一块 叫做万善公万善爷 那就意思是说没人拜啊 但外面一定会贴一个有求必应 为什么 没人拜的 没人拜的 你愿意拿个饼干去拜 保证你满怨 这叫有求必应 所以台湾那些黑道的生意人都包 我要做主委 他们这个小钱 拜拜拜 他们很会拜的 但是他们觉得生意越来越好 因为那些孤魂最可怜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有说了 你用一千亿美金 在这个世间 盖高速公路啊 盖医院 哇 福报很大 将来可以升天 但是 不如 用一杯水 去供养佛陀的功德 为什么 三宝的功德不可思议 但是我这样讲 不是告诉各位说 那我就不要帮医院了 不是 心态改变 用慈悲心 而不是用世间的福报去供养 那佛陀又说了 供养三宝福田很大 但是 你呢 用无量节的时间 供养全世界的佛陀 全世界的出家人 把佛像都盖成纯黄金了 那功德很大 但不如守一条戒律的功德 所以我今天也会传说 各位 受五戒 受一条两条也好 好不好啊 不杀身吗 这很简单 但是佛陀又说了 你 受戒 不吃 功德很大 但不如 慈悲心 不吃一滴水 给 给鱼喝 不吃一颗米 给鸟吃的功德 因为慈悲心的功德 大一切 所以我们出家人 刚出家学什么 第一天就是学 私 今天我们要做的 不吃食物 给那些好兄弟啊 三神 土地神啊 孤魂野鬼啊 平等心的供养 用这个食物 来供佛 那福报很大 然后佛加持这个食物 再把这个食物 帮助那些 我们写的牌位啊 死掉的动物 死掉的人 地狱道的众生 那慈悲的功德 大于所有功德 所以也希望各位 家里 我看华人家里门口 都有 红色的房子 还有收金座 对不对 但是我发现 很多人不是用慈悲心去做 我给你收金座 你给我保披贪钱哦 我没给你拜 你会找我 我怕你 所以我给你拜哦 那这样的功德少一点 如果各位你在烧金子的时候 我烧啊 希望你们都发财不缺钱啊 希望你们都离苦去升天啊 那叫慈悲心 那功德很大 所以你在拜门口 你在拜神的时候 希望神照顾所有马来人 希望神照顾所有痛苦的众生 我感恩神 那这个叫慈悲心 那这个功德大 那这个方法 各位把食物 透过佛菩萨 火神的加持 烧成烟 那这个烟一飘出去 不分宗教 所有树神 土地神 鬼神 都可以吸到那个味道 把水 为他们供养佛以后 水给它泼出去 所以我希望各位 从今天开始 在家里的佛堂 多供多一点水 不要光三杯 光完以后 至少一半的水 洒在外面树下 那些孤魂野鬼 好快乐 他们叫咽口鬼 什么叫咽口鬼 嘴巴会吐火的 放咽口放咽口 他们只要晒到太阳 全身就会被烧 而且不会死 然后到了晚上呢 就会出来找食物 当他肚子饿 只要有人在吃饭 筷子的声音 他就会饿 然后就吐火 叫咽口鬼 所以我们走到哪里 都会学观音菩萨拿个瓶子 这是马来西亚买的 用这个瓶子 里面放水 如果加一点咒语 走到哪里都喷 开车的时候 老公开车 老婆喷水 每一条路都平安 大杯做水 各位 你撒 你撒钞票 很多人在你后面跟着你的 这个比钞票还贵 钞票对鬼没用 但是水 米 是他们的黄金 你撒一些米 所以给我养成习惯 开车 车上一定要摆一些米 摆一些米 经过旁边有木区 不分华人 不分各种 这样 打开窗户 撒一点点米 你只要念 那么观音菩萨 这样就好了 观音菩萨 负责把这个米 变成无量无边 给他们吃 吃了有些还可以升天 但是你修慈悲心 还有什么好处 永远以后你不会怕鬼 也不会做鬼 也不会怕鬼 因为你对他慈悲 对狗有慈悲的人 就不会怕狗 对狗没慈悲的 才会怕狗 狗还故意要咬你 因为你对我不慈悲 有些人说 叔叔我等一下嘟了鬼 因为你对鬼不慈悲 你看到他就要排斥他 那你起个念头 他就知道你在起念头 了解吗 你对他不怕 你还对他 翁阿翁阿弥陀佛 他不但不会接近你 还会保护你 甚至他超度他 你越怕他 越要惨你 所以在这一点 那各位 你要改变你的心态 最好的方法 就是慈悲心 你就主动对他好 你就不会怕 你还可以帮助他 所以希望大家 走过路上 像华人都是 哎呦 那边有车祸 你曾经看过 所以你走过那地方 你心里都会怕怕的 那你如何把这个怕消除呢 光来了 黑暗就不见了 慈悲是最快的方法 窗户打开 撒几杯水 那很多人问我说 师父 我撒水 那个鬼会不会跟我 还是来跑 你放心好了 慈悲无障碍 慈悲就有护法神 佛经说了 一个人如果孝顺 你不懂佛教 你只孝顺爸爸妈妈 你走过的地方 刚好地上有水或下雨 你身上的水 鬼可以喝 咽口鬼都喝不到 他每天在等 身体有光的走过那个地方 踏到那个水 水他就可以喝 因为你的身体 你的身体孝顺爸爸妈妈 你的身体就有光 可以把你洗澡的水 洗手的水化成他们可以喝 这跟你是不是佛教徒 没关系 所以他不但不会伤害你 他还会谢谢你 因为做怨口鬼太可怜了 一肚子饿 一饥渴 就一直吐火 然后就会烧脸 所以我们叫面兰鬼 各位看过面兰大士 那观音菩萨为了要度面兰鬼 所以观音菩萨也要变成面兰鬼 所以我们叫面兰大士 那面兰大士就负责帮助他们 然后呢 招呼他们 安排他们 就是这样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再背一次 来 慈悲无障碍 法力不失意 你有了慈悲心 那花都变成功德了 灯也变成功德了 水也变成功德 所以今天我们现场准备这么多的食物 还有药物 外面还有很多供灯供水 那各位 你点灯的时候 你要用慈悲心 这个灯的光 照到他们的黑暗生病 所以佛经说 等一下 未往生者 点四十九盏灯 业障马上消除 快速得身净土 这个要背 只要有人往生 你就点四十九盏 这四十九盏灯 供在佛前 没有佛像 就一本地藏经 一本普门品 都可以心经 只要有三宝就好了 一张相片 点四十九盏灯 回向给他 他就可以马上脱离痛苦 你有两个堕胎胎儿 那今天你会啦 外面那么多灯 然后 你就拿四十九盏灯 给他点 但是你光回向给自己 太不慈悲了 我为胎儿点这个灯 回向给所有堕胎的胎儿 死亡者 哇 那功德变成几亿盏灯 你就只要点一盏就好 为什么 因为你随喜 现场有人在点一千盏灯 念一下 随喜功德 你内心只要随喜 而不要嫉妒 而不是说那是你点的 像各位进来 看到会场这么庄严 这个会场这么庄严 用一天太浪费了 是吧 明天你们继续来念经好了 你只要一进来 看到哇这么庄严 念一下 随喜功德 哇 这极乐世界 观音菩萨 花这么美 灯这么美 食物这么庄严 那 所有的功德等于你的 这个叫随喜 很重要 今天你看到人家有钱 不要嫉妒 那不好来 那不好叫来 那你这样讲 你有什么好处 对你有什么好处 随喜功德 那你以后比他还有钱 等于 等于他的福报 所以佛陀要 不要嫉妒人家 还要随喜 所以你进来看到 这么花 灯 香 这么庄严 你要马上 随喜功德 那这个功德 你就得到了 然后再把这个功德 回向给你的祖先 回向给你想到的痛苦的 所以各位以后报纸 看到人家车祸死掉了 不要幸灾乐祸 那你要马上 南无观音菩萨 南无观音菩萨 生起悲心 跟他结个缘 他的痛苦至少减低一半 你只要看报纸 看电视 你只要想到 你马上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那只猪在被杀 观音菩萨 那个牛在被杀 观音菩萨 然后那个牛就会 减低痛苦 那因为你用悲心 所以叫 慈悲无障碍 超越时间空间 来 现在 一人发一包 药包 在外面 我们等一下要出去外面 然后 等一下 我把第二个故事讲完 才开始做 那鱼 鱼可能要先走 今天外面 有一千公斤的鱼 还有黄头鸟 五百多只 鱼可以先走 法师给它撒个水 放声很重要 经典说 有人下地狱 受苦 你只要放七只鱼 然后念出它的名字 它马上脱离地狱 你这辈子天天在杀猪 你只要有惭愧心 放十八只 十八只鱼 或鸟或猪 随便你 然后你这辈子杀生的业 超度了 消除 但是重点很重要 惭愧心 不是说 我放一放 我就台多了 那就不算 惭愧心 没放这 我只好杀 我老板 探紧你 我都不要台 你要这样想 对不对 然后你有惭愧心 像台湾很好 有杀猪 一定有受魂碑 他们杀完就去拜拜 不好意思 我密度好 至少还有惭愧心 但是你以惭愧心 救七只生命 救十八只生命 那你就可以超度一个往生者 而且可以消除自己的业障 好 那各位再听我讲一个 为我们要超度要怎么做 是按照佛经的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他有一个弟子叫阿难 这个阿难 把释迦牟尼佛奖金四十五年 通通背下来 然后写成经典 五百个阿罗汉做证明 都是佛奖的 所以留到今天 有这么多经典 那这个阿难很厉害 他可以背下佛陀 四十五年奖的 为什么 那这里面有典故的 那有一次阿难听佛陀说法 我们修行人就这样 像各位你今天听我讲话 你回去要想一想 想一想 觉得有道理 哦 我要真的去做 那对你就有帮助 不要光听 然后就没有了 还要改变 哦 我脾气不好 对 脾气不好 会长得丑 会妖极 会口才不好 会人缘不好 会下地狱 这样 所以你要去想 所以我不要再发脾气了 脾气好的人 会长得漂亮 会口才好 会有钱 会人缘很好 死后生上帝的天 那你要去想 所以想完以后 所以我应该不要发脾气 我要开始改变 我生脾气来的时候 我赶快念观音菩萨 普门品说 你起嗔恨心 贪心 赶快念观音菩萨 想观音菩萨 心态就改变 那你要去做 就会改变了 所以阿难听完佛陀说法 他就在山洞打坐 想佛陀讲了 他怎么去修行 这样 这很重要 但是有一天 他在打坐的时候 突然前面跑来一个鬼 那个鬼 整个脸被火烧 阿难就 一声没地方跑 因为后面没办法跑 那鬼挡在洞门口 全身在冒火 阿难要跑 那个鬼说 你别走 你别走 我跟你讲 我是要来跟你讲 你三天以后就要死了 而且死以后跟我一样 变这种鬼 阿难就真的 啊怎么办 然后阿难在想怎么办 那个鬼还讲话 如果你要救你自己 我跟你讲 你能够帮我们这些鬼啊 供养三宝 而且供养完三宝以后 又帮我们这些鬼啊 不失食物给我们吃 你三天以后 绝对不会死 而且你会有特殊的能力 健康 记忆力 等等 阿难想说 鬼怎么会讲这个 但是他又怕 他就赶快跑去找佛陀 佛陀啊 因为鬼讲完就不见了 刚刚我碰到鬼了 鬼给我讲这个 所以我三天会死 真的吗 佛陀说是 你真的三天会死 但是不是鬼来救你 是观音菩萨变成鬼 因为他就面临大事 教你不用三天死的方法 所以释迦牟尼佛说 在我过去没有成佛 做外道伯罗门的时候 观音菩萨就教我这个方法了 只要能够为孤魂野鬼 供养三宝 而且也不施给孤魂野鬼吃 那不但三天不死 从此健康长寿 开发智慧 所以但是阿难就问佛陀说 佛啊 那我出家呢 我没有钱 我怎么供养 佛陀说 哪怕七颗米 你只要为它念中 它就会变成百千万亿的食物 替恒河沙 什么叫恒河沙 就是河里面的沙有多少颗就有多少鬼了 恒河沙的恶鬼 你只要用一点点食物为他们念这个变食咒 那就可以替所有的鬼修福报 为什么鬼会做鬼 它没有布施三宝 它没有帮助贫穷 所以它做恶鬼 没饭吃 没地方住 没衣服穿 所以那你替它供养三宝 那这些恶鬼道就有福报 所以我们今天要替六道 不是关恶鬼道 佛教讲的慈悲 再念试 来 为地狱道 为恶鬼道 为所有动物 死亡的动物 为人类 所有死亡的人类 为阿修罗 天道 六道众生 供养三宝 那这个叫大慈大悲 你是为你妈妈生病而来的 但是却做了这么大的功德 然后妈妈得到的功德 变百千万倍 这就是大乘佛教的超度 慈悲才是超度父母最好的方法 我堕胎一个小孩 但是我发愿超度所有堕胎的小孩 虽然我能力有限 但我有这个心 那因为这样 这个小孩就离苦了 那我也能够超度我的两个弟弟或妹妹 让他离苦 还因为你的心态 所以那佛陀佛教就跟阿难说 你就这样去做 而且呢 你只要拿一点点食物 念这个咒 辨食咒 然后把食物洒出去 或七颗米 或一点点水 然后念辨食咒 它就会变成整个世界的甘露食物 这些饿鬼道 吃道 喝道 马上会升天 身体马上发亮 马上升天 一升天以后 生生世世做你的护法 阿难就是这样改变命运了 然后阿难改变以后 他把这个法传到今天来 所以我们汉传佛教 每个出家人都要放蒙山 都要施食 但是我比较难过的是什么 现在这么慈悲的法门 变成一种宗教金钱收入的法门 以这个成为道场的经济来源 他已经失去悲心了 我们放水路 燕口 蒙山 都是在讲金钱问题 我觉得这是佛教要改变的 因为这样 超度不了对方 动机不对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佛陀说超度 不分在家出家 你只要有一个悲心 不分在家出家 都可以